第774集 担保血影化形并没有出现问题 此时的张凡仍然是一副天人的样子 然而他的举动却是太过于鹤里鸡群 再也无法遮掩他了 这个时候一众天人皆被众神殿和大云洲的撞击 所爆发出的恐怖未能所射 除却不敢离开位置之外 都是一副愣愣的样子望向东南方向 唯有张凡长身而起 整个人的气势也为之一变 若说此前他不过是一个闽然众人意 浑浑噩噩的寻常天人 现在则似是带中的锥子 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他的锋芒 是你张凡 云雾的声音几乎是从牙齿缝里蹦出来的 一字一顿 又带着略微的颤音 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 恐惧的声音在显露无遗 紧接着他眼睁睁地看着张凡 若有所觉地回过身来 冲着他展颜一笑 顿时云雾悚悚然而惊 周身寒毛直树 下意识地闪避开了目光 不敢直视 在张凡的眼中 还有那冰冷的笑意里面 分明看出了冷力和杀意 如有实质一般 哪怕不曾言语半句 云雾也不能知晓 张凡要大开杀界了 这个时候身为主阵之人 他应当号令全族天人出手抵抗和拖延 他自然知道 自家的老祖宗很快就会回过味来 十之八九也已经尽在咫尺了 只要拖延 拖延片刻就行 心中千百遍地重复着 上下嘴唇颤抖着 可偏偏一个字就吐不出来 云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凡冷笑着 缓缓地背过身去 快拦住他 刹那心神被震慑 云雾很快就觉醒了 狠狠地一咬舌头 从京剧中摆脱出来 大声地立合道 他的反应虽快 但是刹那的耽搁 就已经足以致命了 听到他的吼声 一众天人先是茫然 继而醒悟 待要阴命时 却已经迟了 哼 一声冷哼 漠然乍响 朕得周遭所有人 皆是脑袋一昏 与此同时 张凡所画的天人背转双手 对豁然汇聚过来的警惕目光视如不见 只是宁神望向东南方向 紧接着 仿佛他的身体骤然化作风暴的中心 一股进风轰然爆发 原神 包括云雾在内 所有的天人都是脸色大变 骇然望向眼前的一幕 在张凡所画的天人头上 一个虚影从体内浮现了出来 瞬间凝聚 化作人形 眉目可以见得清晰如实体一般 若不以神识探查 简直分不出虚幻 在这些天人眼中 此人的形貌 自是陌生无比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才是张凡 数十年的纠缠 一众天人们 也就直到此时 才真正看到了张凡的样子 随着原神的凝聚 本来气血充盈的张凡本体 骤然干瘪了下去 好像一切的精华都被抽取 生命气息完全无法察觉 若是撇开头上的原神不说 张凡此时的肉体 却是和尸体无异了 甚至连尸体也不如 毕竟所有的精华 都已经凝聚在原神之中 张凡的原神并没有耽搁 更是连正眼 也不曾望向那些匆匆忙忙 就要出手的天人们身上 而是原神一震 疏忽之间将肉身包裹 随后 一声长啸 似惊涛骇浪 滚滚声浪 隐含黄中大吕之声 震得众天人 立足不稳 原神之力全面爆发 疏忽之间 张凡的原神万道光芒绽放 恍若跃出海面的红日一般 自意地散发着光和热 在这不逊色真正红日的光辉之下 张凡裹着肉身的原神 猛地一震 煞时间一道长红 豁然划破天际 象征着那道被此前惊天动地的一击破开的缝隙而去 画红之术 此时的画红之术 才真正配得上那个举世无双的名号 不再是荣火 不再是惊鸿 而是真正的化作横跨天地的长红 以原神之力 画神的境界驾驭 以原神之体显化而出 才是真正的画红之术 此前的种种不过是皮毛 这一点 周遭的一众天人 瞬间便有了深刻的体会 长红之术快到了极点 一众天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长红已经跨越了无数的距离 徒留下众人放出的法宝 像眉头苍蝇一般在原地乱飞 张凡的长笑之声 伴随着横跨天地的长红 在整个天地间回荡 伴随着这笑声 还有数声短促的惊呼 声音虽然短促 却是如同一道重锤 敲打在所有天人的心头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长红过处 附近的十余天人 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向着长红飞去 看他们那手脚没有意义的挥舞 还有惨叫之声 就不难知道这绝非是自愿的 秀礼乾坤 画红之术配合秀礼乾坤 若非忌惮那即将赶回来的 三大天人尊祖 还有眼看就要重新合拢的众神殿 凭借着此法 纵然是身处灵迹期的张凡 也能够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以十余天人的惨叫作为背景 张凡的长笑之声 此刻听起来是如此的刺耳 赞济而等头颅于向上 望妥善保管 待张某来日取之 哈哈哈哈哈哈 字字句句 听上去清朗温文 却让所有听闻在耳的天人 心陡然沉了下去 身不见地 寒可彻骨 砰砰砰 与此同时张凡的话音未落 声声闷响在虚空中 一朵朵艳丽的血红花朵上绽放 唯有鲜血凝旧的花朵 才有这般凄美的艳丽 这是血花 方才扑向长红的天人有几个 此时绽放出来的血花便有几朵 那弥散在天地间的浓郁血腥之气 让所有人都不会发生半点的误解 声音游自在回荡 血雨扬洒而下 长红却以破空而去 消失在了远方 这个时候 带着雷霆轰鸣破空之声 方才有眼即尽 充斥了天地 人哪 人哪 怒吼之声 百倍于汉帝惊雷的声威 恍若从天上坠落下来的乌云 盖在一众天人的顶上 煞世间 所有剩下的天人面露土色 浑身站立 这是天人尊祖 三大化神老祖宗的声音 此前的无数年 他们无不已听到老祖宗的声音 面见其尊荣为姓氏 可是现在 却一个个把头深深低下 不敢望向那 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天空 尤其是云雾 他受到三大尊祖的信任 执掌众神殿的阵法 却让张凡玩弄于鼓掌之间 乱了心神 错了气势 此时 听得天人三尊祖的声音 心中的黄口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他一个亮枪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流光一闪 雷霆游走 三个高达丈许的身影 出现在一众天人面前 狱中尊祖 神剑尊祖 雷霆尊祖 三个人追击剑气而去 等醒悟过来再回返 从头到尾 不过片刻的功夫 然而一众天人 却有恍如隔世之感 哼 看到一众的后背 连头都抬不起的窝那样 狱中尊祖冷哼出声 张了张嘴 却连贺斥也懒得多说了 老祖宗 这个时候 云雾仿佛反应了过来 狼狈的七行而前 来到三大尊祖面前 哀声说道 那个张凡 太过狡猾恐怖 孩儿尽力了 真的尽力了 迎接他的 没有贺斥 没有谴责 也没有安慰 唯有三道冰冷的目光 让他周身寒扯 云雾浑身一软 彻底瘫在了地上 三个天人尊祖 虽然不发一言 但是云雾已经明白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 老祖宗们的宠幸和信任 从此之后 再也不是天人一族的 天之骄子了 心如死灰之下 整个世界仿佛都灰暗沉寂了下来 狱中尊祖等人连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只是望向东南方向把眉头紧锁 好快啊 神剑尊祖摇头叹息 慢了一步 雷霆尊祖紧随其后 伸手在虚空中一桌 似是要捞到张凡留下的长红尾巴一般 追不上了 两久 狱中尊祖长叹出声 自此 那贼子 如蛟龙入海 再不可遏 难道 是天 要亡我 天人一族 不仅仅是狱中尊祖 其余的两个天人尊祖 也是神色沉重 略带悲强之色 张凡化红而去 与他们三个人携带雷霆而来 不过前后脚的差距 可正是这点差距 让他们彻底失去了追击的信心 这次和此前的剑气纵横不同 先不说 以元神之力驾驭的化红之术 速度更胜过剑气呼啸 单单这些时间差就无法忽视 三大天人尊祖都明白 张凡的元神之力 因为灵迹期的缘故 定然不会充足 远不是他们三个老家伙的对手 若是在他们三个人面前 如此前的剑气一般而去 他们三个人 自可以用诸般的密法 无数手段 坠在其后 待其历劫 再一往成勤 然而 张凡的时机 真是把握得精道无比 没有与云雾等人多加纠缠 大伤天人一族的元气机会 说放弃就放弃 直接就化红而去了 待得天人三祖归来 已经迟了 再想要把握住他的气息 或是元气震荡的痕迹 谈何容易 这真是一环扣一环 丝丝入口 细想起来 与中尊祖他们三个人 皆是心生不寒而栗之感 张凡以剑气破阵而出 惯性思维 引开他们三个最大的对手 然后 见到天人们正式不乱 便引而不发 不去与一众天人纠缠 而是静静地等待时机 一直到大云州 再次把众神殿 轰开了一道缝隙 又直三大尊祖没有归来 他才把握住这次机缘 远顿万里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纸上涂抹水墨 单清未成 然而沟壑早已浸在胸中 难道他有先知之能 雷霆尊祖第一个惊呼出声 心中忐忑 此前的一切看似寻常 然而若没有精准的把握 洞察先机又如何能够做到呢 试问 若是不提前知道云中人族 会以五方石宁大云州 来破开众神殿 张凡又怎么敢蛰伏在天人群中 就不怕三大天人回返 来个瓮中捉鳖吗 张凡能够一路修炼的化神境界 自然不可能是愚昧无知之辈 那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显知之能 狱中尊祖冷笑 摇头说道 世间自有天机演算之术 太古之后虽少见人间 但也有那么一两个传人 你们可还记得当年那个 神算子 神算子 神剑尊祖与雷霆尊祖沉思片刻 皆是汉手 显然是想起了此人 他们都是长生中人 当年迁移天人一族入云中的先行者 无数年来 不知道见过多少代云中人族的繁衍 能够让他们记在心中不能忘却的 尤其是等闲之辈呢 果不其然 紧接着神剑尊祖略先郑重地开口说道 大哥 你说的可是千年前 哪个字一块太古龟板上自悟出补算天机之道的 神算子 正是此人 狱中尊祖点了点头 不乏无奈地说道 此人也算是一代人节 在我们注意到他准备下手的时候 竟然让其逃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候 雷霆尊祖插口补充 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手段 竟然能够逃过遮掩命碑的锁定 若阴若现 似有还武 若非如此 我等早就直接以命碑 抹杀了他 不过 顿了一顿 雷霆尊祖又说 大哥 此人引迹多年 不曾兴风作浪 也算是失去 更加之 命碑中人 终生无法化神 怕是早就成了一杯黄土了吧 谈及此人作甚 黄土 倒也未必啊 狱中尊祖冷笑着说道 在雷霆尊祖 与神剑尊祖疑惑的目光之下 狱中尊祖淡淡地说道 那张凡小子 有窥视天机之术 自是毋庸多说 然而 若无有类似手段之人 与之配合那些蝼蚁 又岂能来得如此的巧呢 是啊 那个神孙子 这么说 竟然还活着 神剑与雷霆尔尊祖 不过是一时 为张凡逃脱之事 牵扯了心神 不曾细想 现在经过 狱中尊祖这么一说 顿时恍然 张凡 神算子 五大云渊之主 好 好 好 你们很好 狱中尊祖 望向远方的目光 显得有些迷离 没有焦距 然而言语间的 冷然和肃杀之意 却让他们两个兄弟 也为之感觉到 寒意和森人 大哥 半晌 神剑尊祖忍不住说道 总是让那张凡小子 逃了又如何 别说他尚在灵际期内 便是没有 以他一个连化身平衣 都没有做到的 心晋道君 又能奈何我兄弟三人吗 至于神算子 不过楼一半了 不出现就算了 既然敢现身 就是自取思耳 何必夺虑 他们三个人的对话 并没有刻意遮掩 故而 周遭一众天人 战战兢兢地听到这里 不无精神大振 只觉得 那强敌也不是那么恐怖 有三大尊祖在 至少天人一族 可保无恙 狱中尊祖 仿佛没有察觉到 神剑尊祖特意提高声量 以激励后败的心思 只是不知可否地 硬了一声 好伴赏之后 他才说道 无论如何 我们还有最后的手段 我天人一族 绝不会亡 总有一日 要杀回人间 与那天生孱弱的人 足以争 看看谁 才是这天地 真正的猪爵 说这番话时 狱中尊祖的脸上 如同笼罩了一层 一亿万年不散的迷雾 让人看不出 他的神情变换 又如同隐藏在 黑暗中的凶兽 随时可能扑出来责任而事 大哥 难道 真的要走那一步吗 神剑尊祖和雷霆尊祖 苦涩地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与狱中尊祖 望向同一个方向 那里正是他们 此前隐居的小山谷所在 不知何时 小山谷上空 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紫色千云 密布雷霆其中 风雷之声 即便是隔着无数的距离 仍旧生生若耳 恍若有什么太古凶兽 正在睡梦中 不断地翻着身子 即将醒来 正在此时 正南方向数十里之外 轰的一声 树道天光通天彻地 仿佛无限深的井 直接从弥天境 打通到了云中界当中 与此同时 树道淡淡的气息 夹杂着毁灭的风暴 在弥天境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此 三大天人尊祖 不过是略一皱眉 连眼睛也不抬一下 对他们来说 这消失的气息 不过是蝼蚁 连爬到他们面前的资格也没有 张凡 神算子 乃至此前 因为有命碑在手 向来不曾放在眼中的五大云园之主 云中老辈的高手 这些敌人 已经将他们的心神 牢牢地占去了 哪能有心思 再分神于小辈呢 风雨欲来呀 也不知是三大尊祖当中 谁常叹出声 在众人的耳中回荡着 回荡着 这个时候 张凡以原神化作一道长虹 在唤醒天地乌提声当中 破空而去 数十里地疏忽而过 越过众神殿的缝隙 以不可以追的光阴之素 脱离了众神殿的笼罩 至此 他才是真正的安全了 天人三大尊祖 心急火燎地赶回来 自然不会有侠去隐藏行迹 他们的到来 自然也瞒不过张凡的感知 对此 他不过是深然一笑 再也没有反应 你们 来迟了 等着吧 再见的时候 竟是你们三大长生中人身云 天人一族一灭之时 不会太久的 他所往的方向 正是众神殿裂缝所在 也是此前 以五方石凝成大云洲的地方 不过眨眼的功夫 一个满目疮痍的景象 跃入了张凡的眼帘